好,那21世紀開始 我們治療乳癌的免疫治療有什麼 那我們來看看,這是什麼 這長得很像我們煮菜的青花椰菜 叫做菜花,菜花是什麼 大家應該知道菜花是一種性病 這種性病會找到龜頭,也會長到肛門 大家知道說菜花是什麼東西造成的 會長到肛門裡面 因為特殊的行為,尤其是同婚的人 比較同性戀者,比較會有這種情況 然後這個菜花是一種病毒的感染 通常是這個人類乳途病毒的感染 所以菜花是人類乳途病毒所造成的一種感染疾病 不是什麼細菌,不是靈病,雙球菌 也不是梅毒,它是一種病毒 那你知道治療菜花要怎麼治? 不是把那根切掉,也不是把肛門切掉 這太不人道了 我們通常醫學上都是用電燒 或者是用一些液態蛋去燒掉 這些其實也是一種不錯的方法 後來有人發現到說 有一個特別的皮膚科的藥膏 叫Immycrimoide 它就抹在那個地方 就可以把菜花處理得很好 就處理得很好 但是Immycrimoide 基本上它不是殺病毒的藥物 它是什麼藥物? 它是一種類似可以把周邊 大家知道說菜花是長在皮膚上面 當抹這個皮膚的藥膏在上面的時候 皮膚旁邊的這些免疫細胞 在抹藥膏以後 它就會活化起來 去攻擊病毒 這樣菜花病毒是會這樣死翹翹 菜花就變成不開花 就卸了 就卸了 就治療好菜花了 所以同樣的問題 如果皮膚上面有病毒感染得了菜花 皮膚上面有癌細胞 可不可以用這個方法去治療? 有人就去想這件事情 真的有人這樣想 想完以後呢 就去把它落實 就發表了一個很好的文 一個case 一個很沒有名的 很有不錯的一個反應的病人 這病人是一個乳癌的病人 經過很多治療 後來皮膚轉移 你看在這個地方 皮膚有轉移 然後呢 這個是它背後 千萬不要以為這個是皮膚轉移 那癌細胞不是B卡索 這是它刺青 不要跟我說這個是皮膚轉移 沒有人皮膚轉移 搞得像B卡索的畫作一樣 後來抹這個藥膏 你看它就有明顯的改善 這一張圖不是很明顯 你看這一張圖 幾乎是不見了 所以為什麼一個治療菜花 治療油的皮膚病藥膏 可以用來治療乳癌的皮膚轉移 一樣 跟治療菜花的基轉是一樣 當你抹了這個藥膏 它會活化素塗細胞 又一次素塗細胞 素塗細胞會加強這個T細胞 去辨識腫瘤的能力 也可以活化NK細胞 NK細胞剛剛有講過 不用去診所輸那個很貴的NK細胞 抹這個菜花的藥膏 也就可以活化NK細胞 去攻擊乳癌的皮膚轉移 這樣的方法會不會 是不是只有這樣的方法 也有 後來又發現到說 其實當一個乳癌皮膚的轉移 我們還可以加一點放射線治療 因為放射線治療會讓免疫治療的反應 會加強 免疫活化的作用會加強 甚至可以加一點低劑量的化學治療 而且這些低劑量化學治療 會誘發皮膚上面的更多的T細胞的活化 會使得一些自然殺手細胞 巨石細胞的能力會更加強 如此就可以把皮膚裡面的癌細胞把它吃掉 這是一種方式 然而我們乳癌當中有一群人 大概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病人 是這個喝吐基因是陽性的乳癌 那喝吐基因陽性的乳癌細胞 到底長的什麼樣子 這是正常的乳房上皮的細胞 它的細胞膜上面會有一些喝吐的受體 小小顆小小顆 好像那個各位打完化療以後的頭髮一樣 稀稀酥酥的 當你這個喝吐的基因產生的突變 變成喝吐基因的擴增 就是我們俗稱的喝吐陽性乳癌的時候 你這個喝吐的受體就會變成這樣密密麻麻的 大概會增加100倍的這個數量 然後這個喝吐的受體如果越來越多 它就會讓乳癌細胞 乳房的細胞產生變異 乳癌細胞就很容易轉移 很容易有一些擴散 很容易對一些藥物產生一些抗藥性 後來大家就知道說 原來正常的乳房上皮細胞 跟喝吐陽性乳癌上皮細胞 它不一樣就是這個地方 這個喝吐的這個接受體 有大量擴增的情形 所以有一個醫生長得黑黑的醫生 叫做丹尼斯·史內門醫生 他就發明一種標靶藥物 專門針對於剛才這個喝吐的受體 去攻擊的標靶藥物 單株抗體的藥物 後來這個藥物在1998年 就正式用在乳癌治療 這就是我們常常 乳癌病人最常用的 賀癌病 就從此問世 賀癌病這個藥物非常特殊 它會連結到剛才講的兩個接受體上面 喝吐的受體上面 當一連到喝吐的受體以後 因為它是一個抗體 這個抗體會使這個受體 這個喝吐接受體 整個被破壞掉 那喝吐接受體 就好像我們電燈的開關一樣 開關一被破壞掉以後 它下游的一些訊號 比如說這個乳癌細胞 比較會長 比較會擴散 比較會轉移 比較對藥物治療 沒反應的 所有的訊號全部被關起來 這時候乳癌細胞 就容易被你的化療被破壞掉 就容易自己死掉 所以呢 當我們找到說 你的乳癌是屬於喝吐陽性 我們就很聰明的 用一個藥物 叫做標靶治療藥 叫做賀癌病的藥物 就把它射到你這個乳癌的細胞 當然這個藥物 它自己就會去 像那個巡疫飛彈一樣 找到這個喝吐乳癌細胞 然後把它破壞掉它 就這樣子正中紅心 打到這個乳癌細胞 然而呢 在打到的過程中間 其實這個是一個喝吐陽性的乳癌細胞的樣子 這是它的受體 我們這個標靶藥物就是這個綠色的地方 綠色藥物它就像那個巡疫飛彈一樣 它會黏到這個喝吐乳癌的細胞 但是呢 因為它是一個抗體 是一個相當大的一個蛋白質 當這個抗體接受 接跟這個受體產生結合以後 這個抗體會吸引旁邊 在乳癌細胞旁邊的免疫細胞 過來一起殘殺 癌細胞 那這樣要像什麼 當我們刻度乳癌細胞 我們用的標靶藥物打下去後 就打到它的紅心 這乳癌細胞呢 就好像正中了它的要害 它就不太會動 不太會動以後呢 就像這個將軍 被我們用萬劍川西 鑽打射下去 這將軍本來勇猛無比 可是呢 因為它體能不錯 我們在標靶藥物打下去以後呢 其實它還在那邊苟延傳轉 還在那邊準節的準節 還在那邊跳一下 這個還在那邊 還不是完全死掉 這時候呢 這個劍射下去後 就會告訴旁邊這些免疫細胞 這些小兵 本來都不知道 旁邊躲的是乳癌細胞 當這個將軍 身上中了很多的劍 原來你就是壞人 這些小兵呢 就拿著什麼 槍 拿著什麼 毛 就再戳它一刀 再戳它一劍 這樣乳癌細胞會不會怎樣 容易死掉 所以每次這樣子戳 每次這樣戳 這些旁邊這些小兵 這些免疫細胞 自然殺手細胞 它會不會辨識說 原來有一個人 穿著這個中東的這個 回教徒的架殺的人 原來你們穿這些架殺的人 原來就是所謂的壞細胞 這時候呢 我們就無形之中 會讓這些周遭的免疫細胞 周章這些巡邏的警察 慢慢的學會出辨識出 原來乳癌細胞 喝出陽性乳癌細胞 長的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無形之中 就有一個很好的 快速打擊部隊 這些快速打擊部隊 一旦說你身上 這些喝出乳癌細胞 又慢慢的巧巧的 又復發了 它就可以這樣 快速打擊 把你的乳癌細胞 把它消滅掉 所以為什麼 早期乳癌病人 打完開完刀後 要打一年的標靶治療藥 就是在訓練這個 快速打擊的部隊 當這個快速打擊部隊 一訓練好後 它會不會長期 甚至一輩子 在你身上裡面存在 這樣你是不是 比較不容易復發 不用再一天到晚打 不要把藥 不要把藥這麼貴 再打下去 台灣就倒光了 18%就變成1.8%了 就很麻煩 所以這個東西 在你訓練過程中間 會使本來那個 奧咔奧咔 肉咔肉咔的警察 突然之間 變成這個機器戰警 他就會很容易的 把這個乳癌細胞 把它摧毀掉 所以這是需要訓練的 而且這樣長期上訓練下來以後 基本上 乳癌細胞就想要作亂 它也沒辦法 就會長期吃憋 再也沒有辦法搗蛋起來